今天,我們要說電腦或手機也好,我們都會遇到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我們電腦可能用很久,都沒有去更新,沒有去整理 手機也一樣,都有一個現象 有的速度會變得很慢,有的明明以前可以走的程式,現在不會走的 甚至有的就是會走的,但是沒辦法正常的處理 有時候,東西明明我們打開了,就怎麼等,它就沒辦法進到正常的工作的狀態 像這個情形,都是什麼問題呢? 大部分都是你這個系統,還是城市沒有做更新 不然就是說,你本來那個城市已經裡面有累積太多太多的這個 執行過程產生的垃圾 讓你的系統沒有正常的感覺 所以說,電腦的經歷,還是電腦的一些城市的更新 是很重要的 你如果從來都沒有去動它的話,可能不用多久 整個月了,甚至一年,你電腦就可能就卡卡,就沒電腦,甚至沒過期 秋季也一樣 本來用很好,但是會變得速度很慢 按很多城市點上去,就丟到那裡 甚至你要做一些輸入的動作,其慢無比 剛好這個情形的時候,如果是秋季 很多人就會拿去我們這個不秋季那裡 通信堂,還是找自己的朋友的那裡 會幫你做一個重整 如果電腦也一樣,都要做這些重整的動作 但是呢,不是說特別都要重整 我們如果是會去做一些精力 或是會去更新這些東西,在這些城市的時候 不一定要大會周章 因為你如果重灌也好,重整也好 這都用很多時間 不但是這樣,你裡面的東西 如果是說不要做一些保留來說 你重整以後,這麼多東西都要定管 啊,有的是這樣喔,尤其秋季有的人 用手機人跟用電腦人比較不一樣 用手機人會 這方便啦,對3C的產品來說 不是說很了解啦 電腦基本上都會比用手機人 還比較有這個sense 所以用手機,有時候你重灌疫苗 會面臨一個問題,一些密碼帳號的問題 會一問三不知 你要幫他忙都沒辦法 最後怎麼辦呢? 重新申請一個帳號 尤其我們用Google手機也好 像這個情形,你要去使用它 你可能要做一些APP 或是說你上面一些服務 都要有一個帳號 Android的話,都要有一個Google的帳號 像這個情形 我碰到的,很多這些帳號都不知道 因為不知道,什麼叫帳號啊 密碼更不用講了 像這個,變成困料 所以說,我們平常啦 我們如果對於我們的手機 或電腦做一些這些精力來說 不用,不用動不動就重新安裝 重新整個把它format掉 這樣的話,也不會造成很多困擾 好,我們現在就來講 先問這個手機來講 手機我們今天主要是說 Android作業系統 這個Android上早上早的時候 一開始是Android這間公司 他們開發這個系統出來 這個手機用的組織系統 後來就叫Google買去 Google把它併購 併購併 Google就用這個Android系統 把它釋放出來 給一些硬體的廠商 這裡做手機的這些公司 讓他們無常使用 這個Android系統 他就變得很開放 既然無常使用的話 他也把他的source code 就是原始程式的 原始碼 他有開放 所以說一間公司 做手機的公司 不管你是一間 我們的ASUS 還是HTC Samsung LG 不管一間全世界 只要你用Android手機的 這些廠商 他會用這個作業系統 然後每一家 都用這個作業系統 都去改寫 改寫自己 要改變的東西 譬如說增加一些功能 所以你看每間 這個Android手機 我們Apple 我們就不說 今天不說Apple 這個iOS的系統 這是Apple 他們獨立的一個作業系統 我們說這個Android 作業系統是 很多間 這個手機 做手機的硬體廠商 他們都用的這個作業系統 但是他們每間用的 都不盡相同 不是說版本不一樣 是說他已經有改過 這個作業系統裡面有 加一些東西出來 那個介面也有 但不然有改 至於哪一家比較好用呢 每一家都說他好用 我們俗用這來講 就有習慣性 你如果以前用到一間 那你就會覺得 我這間我就用得很順 那東西你怎麼都知道 那一間的時候 又說 怎麼都不一樣 其實都一樣 是一些細部 增加的東西 不一樣而已 好,我們現在說這個Android Android 和今天來講 現在他的這個版本 已經跟Android 13了 13的版本 這是應該是八月份 八月份 Release出來 所以說你如果八月份 要買的秋季 現在都Android 13了 那之前 Android 12 可能大部分人都是 也不會說用得很久 目前來說是 Android 他有在做更新 你的秋季 裡面的作業系統 你會去更新嘛 你更新的時候 他現在 還有在提供服務的 是Android 10開始 Android 10開始 到Android 12 10、11、12 這三個這個版本 還可以上網去更新 一般我們秋季的更新 大部分 你如果沒有去做一些改變 他都會主動去更新 那我更新的時候 他會主動幫你通知 我也就直接 他就幫你更新了 利用你在使用的 這個秋季的 空檔的時間 他會自動幫你更新 所以說 這麼多人都沒有去 去給他主意 其實他都在做更新 為了是這樣 為了 他這個更新 他把它 沒有做成自動 你要自己上去檢查 他才會更新 像這種情況的話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你的作業系統 不是處於最新的狀態 有的是 大部分 我們秋季跟電腦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這樣 秋季的作業系統 你買來的時候 譬如說你以前買 像N作10 N作10 你要更新 他也是用N作10 這個版本裡面 就會做更新 他不會跨越到N作11、12 這有幾個觀音 一個就是你的硬體 沒辦法支援 因為你秋季來說 我們知道秋季上頭 那顆CPU跟電腦不一樣 那顆CPU 沒辦法像電腦 會上頭這個功能強 它的性能方面 也是 還差一顆 電腦 雖然說 比較久的電腦 十年前的電腦 你現在要更新到 Windows 10 還沒問題 11的話 就不一定了 大概都沒辦法 要更新的電腦才能更新 但是在手機啊 你要以前你買的是Android 10 你要把它更新到11、12 那是幾乎是不可能 所以說 我們手機 像現在還吃多人用 比較久的手機 用Android 7 還有人在用 我們像 差不多6來說 應該現在你吃多程式都不會走的了 大概那隻手機拿來 那最可以 連上網搞不好都不行 所以說這個手機的更新 跟電腦就不太一樣 手機的更新 沒有讓有那麼大的空間 大概只能在你買的那個版本之下 你可以更新 你如果說9年 9年 差不多年輕 那時候買的 那時候都是Android 12 都Android 12 那12 你想說要更新到13 有可能嗎? 不一定可以 要看你的手機的型號 你可以去Google一下 看你的手機搭一個手牌 搭一個型號 你可以去找到 他上面 他會有一些release出來 會跟你說 你會什麼機種 可以更新 至於什麼時候可以開始更新呢? 他都會列表出來 他的手機、手機 都會做這個事情 但是你如果不去找也沒關係 其實我們手機上面 我們在手機的設定裡面 有一個叫做軟體更新的部分 我們就去讓他自動去搜尋 他會自己去幫你找到 有沒有更新的機會 那如果有的時候 我是建議我們大家 用的更新 我們就盡量更新 手機的更新跟電腦更新 比較不一樣 手機的更新 非常簡單 不用做一些什麼設定 有的沒有的 而且他的速度來說 也比較快 比較單純 電腦的更新就不一樣了 電腦更新是蠻複雜 而且耗費的時間 是非常恐怖 而且不關係就去更新 手機可能你 你今年買一個Android12手機 大概啊 你要更新的機會 也不會說很長 好幾個月可能才來一個 要你更新 但是 但是電腦的話就不一樣了 電腦的話可能 一禮拜就叫你更新一下 那些更新 不一定是很大幅度的 改變這個作業系統 他是做一些什麼 叫做補丁 還是說 他說 他本身這個城市裡面 有一些啊 我們叫做 Bug 還是說他不夠周全的地方 他把它加強 加強他的 上面的一些安全性啊 還是說他的功能 做比較強的 但是幅度都很小 雖然是這樣子啊 但是你沒有更新 累積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你的電腦也是一樣 會開開 而且 你如果想到說 我一段時間 很久要再去更新 那更新的時間 有時候你受不了 不是說幾十分鐘 是幾個鐘頭 甚至啊 有時候 有的人從來沒有在更新的 因為更新 電腦上頭的更新 我們常常都是用手動的 不會去用自動的 他只是會 也會提醒你 但是他不會真正 自動進入執行 有的是利用時間設定 三更半夜啦 或你在離線使用的時候 不是離線 他還是要上網 在離開電腦的時候 他自己進入更新 問題就是 通常這個時間都會 設定在三更半夜 也會主動的嘛 這個時間 你電腦基本都沒開機 你也沒可能更新 所以說這樣 累積下來非常恐怖 等到你下一回 你要去進入更新 可能一更新就是要三個鐘頭 幾個鐘頭都不一定 好,我們現在又 又回來講這個 手機 Android手機的更新 我們可以利用 這個設定裡面 這個系統更新 去檢查 有沒有更新的 這個版本裡面 差不多 那是有的時候 它會自動 會 進入更新的狀態 而且更新的速度 也蠻快的 手機上面做一些更新 通常啊 都是差不多一、二十分鐘 大概都可以完成 尤其我們現在手機 如果你到 已經到Android12的時候 那速度都相當快了 不像以前 以前那些 那些Android5、Android6 現在那個系統 有的人還在用 像這個情形 你要更新的機會 幾乎是沒有 然後 你的手機 如果是有問題的時候 大概 只能 只能靠 裡頭的 系統 重灌的功能 再有辦法去完成 你這個手機 這個 毛病的 這個 解決 的辦法 好 我們現在 講這個Android的 更新 這個系統的更新 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是說 還有其他的問題的時候 多半都是你的 你的 不是作業系統的問題了 是你的應用程式的問題 一般 我們現在手機的 這個內建記憶體 包括系統使用 那一部分 都是相當大 現在最起碼 都應該有六個GB 可能比較早 可能四個GB 但是那種機器 大概已經很老了 也不是 已經 沒有做 這些更新服務了 我們知道現在Android 十以上 還有 做服務 Android 十 十一、十二 那最新的十三 這都要有一些服務 Android 九九已經停止服務了 那像這個情形 來說 我們這個Android 手機 要更新 如果要用它自動更新的話 大概就沒有什麼機會 當然還有其他辦法 當然還有其他辦法 如果說像Android 十、十一 大概它會自動進到更新的機會 你的系統會自動進到更新的機會 應該是很少了 因為大部分都已經更新完成 除非你從來沒有更新 而且每次要更新的時候 你都把它做 做這種 忽略 把它放棄掉 好 否則 你差不多都更新到最新了 啊 我們現在 再看 現在 以十二來說 一般 像我們十二 我們想要更新的時候 有時候 是不是可以來更新到Android 十三呢 要看 要看你的 機性 看你的手擺 它這個機性 那可以更新 我們可以去網站去搜尋 去我們這個手機的 這個服務網站去搜尋 有的話 我們就在它提供更新服務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做更新 通常這些機器都是5G的手機的 4G大概也沒有什麼機會 大概都是在Android 12 5G的時候就有 啊 順著大家來講一個Android 他的版本 他Android版本以前啊 都是用數字嘛 但是一向他也是用數字 但是他會給他一個別名 有一陣子 應該是 差不多 Android 9之前吧 那時候他會有一些 這種版本 他不會 不會說 你是Android 6 7 Android 7 Android 8 他會給他一個名字 那名字很好玩 這個名字 譬如說 西典 這種 的名稱 包括 派 我去Android 9 叫做派 就是 丙 American 派 派 這個 這個 是最新的 這個版本 啊 我們在用這個 手機上面的 城市的時候 這個城市也是要 大堆更新喔 大部分的城市喔 都會比 作業系統 他更新的 這一種 頻繁度 更高 譬如說 他派的來說 派也是 套進去更新 有時候 一禮拜他就跟你說 要更新了 你如果電腦辦的 還要接 可能兩天就跟你說 你系統 要更新 他的 這個 改變 雖然不大 但是 他每次都會要求你 尤其 手機 會打這個 電腦上頭 你如果沒有更新 他就不會讓你用 啊 像 早期 現在還有人 在用這個 Windows 7的人 你 要用Line 你如果是說 新的 新的Line 打上頭 你把它安裝起來 要使用 他根本就不會讓你用 他最低要求 你要Windows 10 他才可以讓你使用 但是這個東西 也是有這麼多人 可以塗到 這個情形 要怎麼呢? 是不是 你一定電腦要升級到Windows 10 才可以用 不一定 還是可以去 下載 舊的版本 這有電腦上頭的好處 他這種各種版本 我們都可以找得到 但是我手機就不一定啦 手機這個APP 是一個非常 傷腦筋的東西 比較舊的這個APP 不一定你找到 你找到來說 你這個 比較舊的這個APP 拿來比較新的作業系統 譬如說拿來這個 Android 12 以前你的手機比較舊 然後Android 8 就舊 你要拿現在 這個APP 新的來 拿來整理 它不能執行 它是沒有向下相容的 這一回事 電腦比較不一樣 所以說 我們手機上頭的APP 我們更新也是蠻重要 不然你如果說 很久沒得用的手機 我們買新手機、古手機 放在那裡有一個天 新手機出生的問題 上修 你想拿舊的 要來用的時候 根本就不會上檔 我剛才說的 大概剩下照相的功能 跟打電話的功能 寸的都差不多不用什麼 想要上檔 我們目前在用的手機 這個APP 我們沒有必要這樣 隨時保持它的 比較新的程式 這樣來說 比較不會說 一段時間 我們都沒有在上檔 但你想說 要更新的時候 還是說 不會上檔的時候 要做一個 這個下載 要來安裝的時候 會出問題 好 像APP 一般來說 我們跟 各個平台都不一樣 一般都會給你提醒 依我們 這個 比較接用的這些程式 比如說LINE 或是FB 它不會通知你 它直接就幫你更新了 但是其他就不一定 有一些像 一些商業的 網站 購物網站 他們的這些APP 它就直接 它直接就告訴你說 你這個APP比較舊 你必須要去更新 或者沒辦法執行 還有 像 我們頂頭這麼多人 用一些電子支付的東西 譬如說 這個 咱叫做EePay 也叫做UU付 還是LinePay 或者其他的Google Pay 不管什麼 這些東西 都差不多有這個情形 當然 因為 這些一些支付的工具 在上面的程式要求 會比較嚴謹 不管是他的安全性的要求 或者其他功能的要求 你變成你沒有去更新 它根本就不能繼續使用 像 還有這麼多 像 我們知道一些 像這個速食店 現在差不多都有APP可以用 這些也都一樣 你如果沒有去更新的時候 就能夠調 像 我們一些公共的 比如說 這個 我們的健保 健保的快遺桶 還是說 吉他 吉他像這個 還有交通方面 像一些 叫車 這些一些APP 這種一樣 因為他們需要的東西 需要上面在執行的東西 他需要的資訊 還有比較新的一些東西 必須要有這些東西 他才能夠去執行 比如說 最主要 他會連結到他的資料庫 你如果是說 沒有更新 有可能你就沒辦法去 撤到那些東西 變成它根本不讓你執行 就算讓你執行 上面也會有很奇怪的 現象發生 比如說 我曾遇到 遇到這個 用這個APP 去叫車 叫計程車 會像這麼多這些東西 你上頭 有牽涉到 有一些你定位 或者說上面的一些資訊 你如果是沒辦法 沒辦法去 用比較新的這些APP的時候 他沒辦法正常的運作 除了大概在一些查詢 有一些資訊類的東西 比較有可能 因為它撤到的雖然比較久 但是一樣撤得對 也沒有人機之間的這種 互動 這種部分比較少的時候 照有可能 讓你繼續沿用 所以說 再過兩年了 因為你的租客會動 沒辦法可以更新 所以你的旧的這些APP 會可以執行 但是新的沒辦法執行 這要怎麼樣呢? 我們就要問當下 把這些還沒有更新的APP 我們要先備份起來 自己先把它拷貝起來 就對了 我奧邊 你的手機 沒辦法一直跟著人家 作業系統一直跟著人家 往上去安裝的時候 我們要找以前的這個 這個卡古的APP 有時候不像電腦 上面的程式那麼容易找到 變得要靠我們自己 我事先都有儲存 在我們自己的這個電腦也好 或是說你的手機裡面的這個儲存空間也好 一定要先這樣做 當然有些人用手機用得很壯的 有新的就一直去換一年 平均一年 幾幾兩年就換一個 但是有些人不一定 有些人兩三年 再用這個古手機 這個情形你就會去遇到 至於要怎麼去問我們手機裡面的這些 這些比較古的程式 因為我們這支手機也不會去 把它擔掉還是怎樣 它都會放在那裡 做什麼呢 做一個備用的一個機器 像這個情形 我們就有需要 做這些一些舊程式的儲存 至於要怎麼做 我們效果一下 稍後再說 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議長候選人 但市議長陳時中 你現在收聽的是最奔透 最有國際觀的 最有環境的 歷史和平公布電台 FM97.3 哈囉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松山信義區 五黨籍市議員候選人 15號 吳征 從菜牙花運動到議會助理 一直以來我都站在最前線 為台灣的自由與民主發聲 松山信義區 拜託給五黨無派 沒有包袱 堅持努力的年輕人 15號 吳征一個機會 市議員拜託 唯一支持 15號 吳征 各位我們三中路 這位鄉親媳婦大家好 我是蘇青昌 蘇青昌 蘇青昌在這裡要跟大家拜託 我們市議員候選人 定期第七號的邱廷衛 邱廷衛 是台大壽事 少年優秀有經驗 定位差一絲絲絲 無動蒜 金無菜 拜託大家的支持 我們三中路 這位定期第七號邱廷衛 定期第七號的邱廷衛 拜託拜託 感謝感謝 大家好 我是鄧市長 台北市民朋友 我們都希望 台北更好 我想要邀請你 這位為新來的台北走出來 在一月二十號 聽秀台北 為愛而走 大遊行 會不會點半 在陳時中 競選總部一學 兩點出發 我們這位改變台北 讓台北更好 台灣更好 台灣更好 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中 三台東市議員 好選人 十號 嚴若芳阿鳳 也是小英發言人 上次選舉 阿鳳差200票六選 不過為台北打拼的心 不便 年底 十一月二六個選舉 拜託 再給若芳一次機會 可以繼續為大家來服務 這次選舉 還有十八歲公民權 要拜託大家 投下同意票 我是台北市中 三台東市議員 好選人 十號 嚴若芳阿鳳 在這裡辛苦的拜託 感謝 文三台安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副總統 羅青鐵 特別要向大家拜託 這邊議員選舉 來支持優秀的新郎 拜託 詹晋建 是台台法律縮事 竟然是萬興利的好理長 他沒有主願 沒有背景 但是有一個熱身 服務的心 拜託大家 給他機會 讓詹晋建 建立議會 更大服務 市長支持 東市長 議員支持 八號 真正見 感謝 好另外 不只是口條清楚 而且條理分明 冬水家 需要我們政黨議員 就要主委 這麼漂亮 所以 我們讓 彭麗會 代表民進黨 在我們蛋水區 再多一期 11月26 拜託大家 彭麗會 是蛋水最優質的新人 新人多一期 民進黨多一票 蛋水更能夠大翻新 我們在這裡 蘇巧慧 同一位拜託大家 謝謝大家 各位聽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今天一期議員 郝酸林 登記第一號 廖宜坤 宜坤在這裡拜託各位鄉親時代 有託車 廚餐 三個平庫的好朋友 拜託 讓宜坤到郵票 到顧票 到水票 讓宜坤跟大家一起堅持 安心 拼備 來 我們這是歷笑好朋友 台灣文化公佈電台 電腦五四三的節目 來 我們今天說有關這個手機也好 還是電腦的更新 城市的更新 還是祝賀平通的更新 好 我們剛才說到手機 比較舊的手機 有可能我們會買新手機以後 這支手機變成一個優秘的 這個叫做備用的手機 那裡面的程式啊 裡面的APP 我們有可能這個手機不在用 舊不在用 有可能有出問題也好 你這個舊的手機 你也可以做系統的重整 頂罐就對了 罐完醫療價APP要怎麼處理呢 你下載新的APP 它不會用的 要用較久的版本 像這個 經營的時候 我們舊的這些 這個APP 要搭去找呢 大概找不到啦 應該找不到 都要備份 要怎麼去備份這些程式呢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 另外一個備份的程式 跟電腦不一樣 電腦我們的整個程式 整完醫療 整完醫療 整個我們的電腦醫療 我們想要把備份出來 那是不可能啦 除非說你要整個電腦做備份 或者你要把那個程式 我想說 我的程式都會安裝在一些 我們硬碟裡面 那個program file 裡面 那個程式的資料夾裡頭 是不是把那個資料夾拷貝出來就可以呢 不行 那這樣拷貝出來 設計程式裡面就很辛苦 怎麼說 他只能賣一筒 你把安裝醫療 你運這個資料夾拷貝出來 拿那個電腦去安裝 他也不會執行 跟手機不一樣 手機 基本就沒有這個機會給你啦 但是 我們電腦 一般像我們這個程式安裝醫療 我們有辦法 會把它挑出來嗎 沒辦法 通常,我們在電腦的安裝程式 去下載一個程式的 它的安裝程式 通常是一個壓縮檔 因為一個安裝程式 可能含有好幾十個檔案 很少說只有一個單一程式 單一檔案 所以說 電腦上頭 我們可以去下載 它的這個程式的壓縮檔 有的是這樣 有的是乾脆 它不給你壓縮檔 它是給你一個光碟片 但是現在這個東西很少 大部分都是用一個壓縮檔給你 或者你上網去 雲端去下載回來 這是電腦 手機 就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的概念 順著 上頭你安裝醫療的 這個APP 安裝 在手機醫療 你要怎麼把它 copy 出來 它不需要像電腦這樣子 沒辦法這樣把考出來使用 它不是用這種方式 它就直接 像一般我們都是用所謂的備份的方式 而且它備份可以一個一個程式備份 譬如說你裡面 你的手機裡面有安裝 自己安裝三個 這個應用程式 啊 集中一個 譬如說集中一個是 這個Line 不過Line 這種東西 你大概你經過它升級以後 你舊的APP也不一定能使用 我們就不要說 說吉他啦 像一些適合的軟體 現在適合軟體很多 而且都有一些 效果相當不錯的東西 這來說 比較沒有跨版本的問題 像這種情況 就明明這個軟體很好用 後面我們要使用的時候 找不到要怎樣 我們就直接 在手機上面去安裝一個備份軟體 如果我在用 我是用一個叫做超級備份 叫做Super Backup 這個APP 你安裝一下 它會 找你的手機 上面 你要備份的東西 它會把你備份出來 包括什麼呢 它功能蠻多的 所有的程式都可以 可以一個一個單獨備份出來 另外呢 你的通訊錄啦 你的 通話紀錄啦 還有 裡面你的行事力 會很多 裡面包括 一些像 一些多媒體的東西 你也可以去備份 但是要考慮到 你是不是有足夠的空間 通常 我用這個程式都是用在這裡 用在這個程式 這個APP備份 一般我們APP去 不管你是去Google Play 還是說你用其他的版本 用電腦到會去下載APP來執行 一般這個檔案 一般這個檔案叫APK 它是一個壓縮檔 像這個東西 我們在安裝的時候 安裝後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 我們剛才說的這個 Super Backup 可以把這個程式 我們再把它換安裝 它會再產生一個APK的檔案 這個檔案就是你現在在使用的 這個APP的原始程式 我們只要把這個APK 這個程式的APK 把它拷貝出來 就算你擺在你的手機裡頭也沒關係 但是千萬不要擺在內建的 這個記憶空間 這個儲存空間裡面 你要把它放在你的SD 我們另外再插這個卡片的這個裡面 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你自己放的這個SD卡 這個MicroSD卡 在你重灌系統的時候 它不會去動到它 你如果說內建的 它會把它清得乾乾淨淨 所以說 定義你把它放在裡面沒好 它會把它清掉 最好的辦法就是怎麼樣呢 你把備份它有這些東西 我們把它放在我們家的電腦 還是放在我們的水深碟 行動碟都沒關係 總是不要放在手機裡面 這樣比較安全 後面我們要找,還要找得到 如果我們經過這個 這個SUPER BACKUP 的這個APP的備份以後 我們既的這些APP 都可以保留掉 將來呢 這支手機 如果說重灌以後 你還要恢復一些裡頭程式的功能 我們只要把這些APP 拿來安裝就可以 就可以用到以前 你使用習慣的 或者只能用這種版本的APP 你就不用再去找這些舊的APP 新的又不能用 像這種情況 對一些想保留 我們既的手機 做這個備用的手機的時候 是很重要的 好,我們現在繼續 要來講 這個 我們現在 目前在用的手機 裡面這些APP 我們要怎麼去做一些更新呢 我們如何說到 通常這些應用程式 這些APP 它會自動會通知你 譬如說你在執行的時候 你今天在用 沒有問題 明天用的時候 它會跳出一個警告的一個視窗出來 告訴你說 你這個 有新的 新的這種版本的APP 要你去下載 去 才能夠去執行這個APP 像這種情況 除非說你不用 或者 很多是你根本 一定要下載 而且要經過安裝以後 你才能繼續執行 有的不一定 有的它可以讓你繼續執行 但是功能 受到一些限制 而且 會有一些 比較不可預期的結果會出來 像這種情況 我們在手機上面 遇到更新 我們也不用猶豫了 直接就是更新 就對了 至於電腦 電腦 電腦頂頭的程式的更新 這個上面就沒有像手機 那麼嚴格 通常你不用更新 你在用十年以後還是可以使用 通常我們電腦在做更新的時候 不管是系統更新 還是程式更新 它都是有一個限度 你大概沒辦法跨越 跨越一個版本 比如說 通常像早期我們在用Windows XP Windows XP 要更新到Windows 7的時候 更新到Windows 8 Windows 10 這種階段的時候 那種大的更新 那已經不叫更新了 那已經叫做系統重慣了 雖然你可以直接像很多人 直接從Windows 7 順著它上面的要求 一步一步的把它更新到Windows 10 那真的是更新掉 你那個Windows 7根本就不存在 像那種情況 裡頭的程式不一定要重慣 為什麼呢? 會跟手機不一樣 它以前的這些程式 通常都是作業系統比較新 應用程式比較舊 它有向下相容的這一種現象 所以比較古的程式 比較大、比較新的 這個作業系統上面 很多都還有執行 除非說已經跨了太多代了 不過通常都是可以這樣可以執行 像這種情況 我們在做軟體更新的時候 就不會有特別的去動它 而且在電腦上面的程式 跟手機 我們Android 手機上面的程式 都是幾十塊 700塊的並沒有多 但是剛才電腦上面 它這個程式的價格 就不像手機這樣 通常會比較高 而且有些會高非常的多 它一樣更新 也是在同樣的這個版本上面更新 你要跨到另外一個新的版本 那已經不是更新的問題 那變成很多是用重灌的方式 重灌那個應用程式的方式 去使用新的軟體 所以說現在電腦上面 這麼多人的這個程式 會不會去更新 十年前的程式 現在還在用那裡 很多很多的 沒什麼問題 甚至用到現在Windows 11 你用十年前的這些程式 也是沒問題 也是 還可以繼續用 它手機到不一樣 好 我們現在你說這個 電腦上頭的更新 作業系統這部分 這個我們就要很細力 我們知道 Windows 7到現在已經停止服務 什麼叫停止服務 就是你這個Windows上頭 Windows 7上頭的所有更新 它已經不提供新的更新程式 但是有人說 我Windows 7現在 你叫我更新 那是什麼原因 因為 你 Microsoft這邊 它不提供Windows 7 更新的更新的 但是你的 使用的這個Windows 7 在使用過程到今天為止 你並沒有把它更新到最新的 最後版本 這時候 只要你上去 在使用它的時候 它就會要求你更新 但是你不一定看得到 通常啊 它都會 會把它 把這個更新的要求記錄下來 那 我們如果是住這個Windows裡面 那個Windows Backup 不是Backup 叫做一個 這個Windows更新 我們上面的設定 設定 做延遲 或者是 跟它做一個停止 這個Windows Update 上面的設定 它是不會幫你自動更新 它會累積在裡頭 它也不會說 來提醒你 通常你要自己進入到Windows Update 這個項目的時候 你才會看到 然後這時候你要用手動的方式 讓它去進入 來update 這種更新的狀態 它才會去更新 所以這個項目 你如果Windows 7以前 你都沒有在做這個更新的時候 有可能到現在 你雖然說 你還用得好色好色 但是 你那裡有很多東西沒有更新 像這個項目 你如果在去更新的時候 它就會一步一步來 把你更新到最新 也是最後 最終版的 這種Windows 7 而且很多朋友會遇到這種情況 它的更新的這種時間 有時候會超乎你想像 不是幾分鐘幾十分鐘 是幾個鐘頭 甚至 不是幾個鐘頭 今天更新不完要到明天 我也遇到這個情形 他們這電腦很久沒用 還會開機 還會用 但是你 一般遇到這個情形 都會想去經理一下 經理 的時候不外乎去清理一些垃圾 或者去檢查它的版本 這時候有噴到那種更新的時候 那時候問題就出來了 以Windows 7來講 像一般啦 一般的使用過程會遇到兩個 這個所謂的SP1跟SP2 就是Service Pack 1跟2 這兩個階段 通常這兩個階段 如果說你第一個階段的話 可能需要的時間 可能會短一點 但是到第二個階段 那所有的東西你要更新完 那真的比重灌Windows 7的時間還長 雖然你重灌也沒有用 重灌也是最最舊的那個版本 所以說 Windows 7如果還在使用的人 你要去執行這些update 你要有心理準備 那個時間 可能你要花很多的時間 你必須要有這個多的時間 或者你在整個更新過程 會碰到很多問題 至於Windows 10呢 Windows 10的更新也一樣 以現在來說 Windows 10應該是到22H2 這個版本 通常如果你一樣 整個在使用過程中 你沒有說隨時去做更新 有的人是三兩天 我就自動用自動 然後他提醒你就更新 像這種情況的話 就比較不會有這一種更新時間的問題 更新的速度會很快 可能幾分鐘 甚至讓你最久 差不多一、二十分鐘 這樣就應該更新到很完整 但是你如果從來沒有再更新的時候 你只用Windows最早的版本 你要把它更新到現在的22H2 這一個過程 這個時間也是一樣 也是以幾個鐘頭來論 光一個更新 可能就需要超過 應該是幾十分鐘 而且它的更新 像以前 以前我們開始 裝的這Windows 到現在的22H2 這中間的更新 已經超過幾百個啦 不是說幾十個而已 你隨便一個 一個階段的更新 都已經是幾十個 啊像這種更新 我們就要特別注意 你盡量不要在這邊 你就想要把它完成 你可能啊 你想要用電腦的機會就沒有 因為都把它剪掉了 你要讓它在背後做更新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我們要必須做一件事情 它只下載就好 不要更新 通常它分兩個階段 一個就是下載 下載完成 它會停在那裡 它也不會去做執行的動作 我們做我們的事情 我們發現的時候 我們就去看 它就說 它已經在那邊 待命中就對了 還沒有進入安裝 你要自己要找時間 找你的空檔的時間 進去安裝 安裝的時候 可能也需要很長的時間 必須要有這些準備 好者啊 你可能就沒什麼機會 不然那個電腦會被拆掉 你想要燈檔也不會燈檔 好啊 我們今天就說到這裡 下禮拜再見